好 真調查局 今天要來問問看 網路上有傳說 牙周病 蛀牙還有拔牙 會增加失智的紀錄 真的 因為他那個是這樣講 他說美國有一個研究是這樣發現 說當你的口腔內的牙齒 低於10顆的時候 你失智症的機會就會大幅增加 而且不只是美國的研究 他們發現日本的研究 也這麼發現 他說當你的真牙越少 對你的大腦的刺激 尤其是海馬蕙 還有附近的組織 刺激越少 那相關住牙的體積就會變小了 所以失智症的風險 就會越來越高了 所以不論你是因為牙周病 或是因為蛀牙 你拔掉的牙齒越多的話 你失智的風險就會越高 當你的口腔牙齒越少 失智的比例真的就是比較高 空險我們歪了很多顆 可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跟拔牙 跟牙周病有關呢 我們要解釋一下 這有非常非常多的論文 都證實了這件事 牙齒的多少跟失智的風險 真的是有關係 可是大部分的論文 沒有一個明確的解釋 可是大部分大家相信的是 因為當我們有失智症的人 他平常口腔未徵的照護 會比較差 他可能對於他規則的刷牙 這種習慣 沒有那麼的阻計跟規則 所以他很容易會有牙周病 也很容易牙齒 就會掉落的狀況了 牙齒比較少的人 他在平常的營養社群 在吃食物啦 或是一些咬合啦 去把咀嚼碎讓他好吸收的狀況 也會比較差 那而這些東西 有時候營養素的攝取不足 就像是一些 如果攝取不足 這種也很容易導致失智症 所以如果有牙周病 這個狀況的個案 幾乎失智跟牙齒 同時都會明顯的影響到 那所以它是不是直接跟 拔牙有關 不一定 跟感染也不見得直接有關 最有關的還是在 規則的牙周的一些清洗 跟我們保持而保健健康 跟規則的營養素攝取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重點不在於 是不是拔牙 而是如果有牙周病 要趕快治療就對了 是的 來注意